紫发妹倒贴被剧 竟要拉着月音做亡命鸳鸯 萌香出手为后宫再添一人 自从月音和萌香他们 告破校园变态案 新闻部在学校的名气大增 报纸供不应求 萌香提议开个庆功会 大家休闲一下 众人带好零食 大家一醉方休 学长还是一如往常搭讪妹子 所以大家干脆就没打算叫学长 却在大家商量该如何举办庆功会时 突然出现的子王妹说了些奇怪的话 最后管男主要了一份报纸 说吧便转身离开 后宫团警觉地询问月音 她是谁 可月音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过了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放学后的狂欢 可没想到下午上课 自发妹再次出现 卓是让四人大吃一惊啊 原来自发妹名叫白雪 由于某些月音一直卖来上学 下课后月音发现白雪一直在跟着自己 白雪向月音展示了自己的作品 满满一本子月音写的报道 看到月音密集恐惧症都犯了呀 原来白雪是月音的狂热粉丝 还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月音 最后就把月音拉到小河边丢石子 月音象征性的鼓掌一下 就要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却被白雪一把抱住 这让月音很难办啊 虽然温柔香让人沉醉 那没法向混合团交代啊 当白雪察觉到月音 其实是想去找萌香的时候 便威胁月音 如果你气我而去的话 我可能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这时白雪突然出现在萌香面前 一把掐住萌香的脖子就要除掉它 萌香反抗中打了白雪一巴掌 只见白雪的脸上掉下来了一堆冰穴 原来这只是白雪做的一个冰人偶 人偶抬手换化出冰刀 就要解决萌香 绝望的萌香呼唤着月音 可月音这边也被白雪冰封了 难道月音的贞结不保了吗 就在这时 小梦带着萌香赶了过来 愤怒的白雪 抬手就是一记冰刺攻击 白雪表示 妨碍我的人都得死 尤其是你 赤夜萌香 月音赶忙上前阻止 只见白雪卷起漫天风雪后逃走了 众人回到社团 吐槽着完美的聚会被搅得一团糟 这时却听白雪出事了 原来白雪把体育老师冰冻起来了 幸亏及时发现才没什么大碍 众人都认为是白雪干的 而月音却不相信白雪会这么做 随后便跑出去寻找 终于在岸边找到了白雪 月音劝白雪去给老师道个歉 白雪却委屈的哭了 原来你也不相信我 随后再次暴走 这时后屋团也赶来解释 白雪其实是无辜的 至许老师想对白雪行不轨之事 被白雪反杀 可以已经为时一晚 白雪再也不相信其他人 随后分裂出四个冰雕人 而白雪自己也不慎摔下悬崖 月音眼急手快一把拉住 而后宫团却面临着被包围的险境 月音终于说出一直想说的话 白雪却表示 已经太晚了 现在的冰人他已经无法控制 眼看情况不妙 蒙香赶忙冲过来解救月音 月音又一把扯掉十字架 工具人蒙香上线 强大的妖气直接震碎了冰雕 蒙香一把将二人拉上来 最后一脚把白雪踢飞 这样危机总算解除 白雪可以继续留在学校 白雪也剪短头发 决定重新开始新生活 而这次的大功臣学长 本应该得到鲜花和掌声 却因为偷拍照片的再次流出 而被再次暴打 关注我带你解锁更多精彩剧情哟 感谢观看